上场的演员一路凭借1N过关斩将 不知能否冲进半决赛 有请杨波 哈喽 这两年脱口秀发展很快 内容也丰富很多 18年的时候 所有演员都讲自己穷 这有一点不好的影响 会让观众同情我们 我坐地铁碰到观众 他说杨波我给你刷卡吗 我说不用 我就住这 然后躺在了地下 最近呢有了一点点知名度 生活少了很多快乐 我去逛鬼屋 被鬼认出来了 他说你是杨波吗 我更害怕了 他还把走鬼叫了出来 排队跟我合影 路过的人都傻了 看着我 你是阎翁吗 我名字非常大众 去搜索引擎输入杨波 第一个字条是杨波修脚 大企业 全国上千家店 别人名字有书卷器 我名字有脚器 我很希望这个企业越做越好 然后冠名这个节目 以后这里写杨波 在领效员旁边 美人旁边摆一个脚的模型 让李淡拿起来 杨波修脚 心灵修脚 你们也能听出来 我最近快被节目压力逼疯了 写了很多非常奇怪的笑话 给你们讲一个 我有人格分裂 但一直没人发现 因为我另一个人格 不会说话 不好笑吗 我就说不行吧 我们住的酒店 隔音也特别差 我在屋里练段子 隔壁投诉我不好笑 我去请教了一个前辈 他告诉我 不好笑的话就加音乐 然后我也就准备了一段 音乐呢 首先你得有一个乐器 都认识吧 对 是萨克斯 它的演奏方式呢 是这样的 一 二 三 四 好 先讲一下乐理 这个呢叫笛子 这个节奏叫打笛 这是笛 打笛 打笛 是一个四三排 这个不是我弄坏啊 因为它本来就是两节拼在一起的 每个人都可以拔出笛子 Everybody 这个太可笑了 哎呦 不闹了 其实我是准备了一段配乐朗诵 好 音乐是我自己做的 没有版权 这个作品叫《我的2021》 又名《我的去年》 啊 一月 河北下了一场很大的雪 我醒来发现 谁堆了个很丑的雪人 挡在了门口 我一脚踢过去 是我爸差气的 三月 我去学开车 教练一直骂我 用各种脏话 我不服气跟他顶嘴 他说杨波你记住了 你以后是要当一个司机的 这些脏话都能用到 当然不是所有开车的都骂记啊 比如开过山车的 六月 我去重庆演出 第一个段子 调侃重庆人口音 勒勒不分 现场全是重庆人 场面一片死寂 他们听不出区别 八月 我没写出来 十月 脱口秀大会播出 我在路上走 一辆车减速 能合个影吗 我说可以 但这里不能停 要不 你跟我跑一会儿 我拒绝了 他骂我 我赶紧追上去 我说兄弟 咱俩一个驾 咱俩一个驾校的 十二月 我报了个防骗课程 当天我去了 老师没来 虽然老师没来 但我感觉上了一课 好 胡闹就到此为止了 接下来我想 我说一下我2021最内疚的事情吧 邻里和谐真的很重要 我楼下301的小伙 每天抱怨302大爷 把垃圾放他家门口 天天吵 我找到301 我说兄弟 你才20岁 那大爷都60了 他打不过你的 两个人真打了起来 大爷被送进了医院 我很内疚 再也不把垃圾放三楼了 编的啊 最后我想说 我写的笑话很奇怪 我知道 我就喜欢这样奇怪的笑话 我也是 你不是不会说话吗 讲完了 谢谢 谢谢杨博 三 二 一 请送票 这个我确实是 我是觉得有点太奇怪了 咱们这个配乐和这个内容 有什么关系呢 跟这个配乐 他说完一年嘛正好 然后当然李淡波说 那配乐跟那个有什么 他不懂音乐 咱们这种音乐脱口秀的人 可以交流一下 对 是是是 说完这一年 那个是作用是什么 你也不知道 你好像要解释给我听似的 你也不知道 对啊 这个事情是这样的 是我开始想的吧 还挺好的 后来实施起来 发现不行 然后就 最后成了这个样子 所以我也觉得这个没有很满意吧 但我觉得整体呢 还是挺好的 谢谢刘老师 那个是一方面 我觉得一个的话呢 它有两个阳波 我觉得就是这个就是 对脱口秀的想象力 还是非常好的 还有的话呢 它可以脱口秀的话呢 注入了一种新的因素 比如像配乐的这种 诗朗诵 诗朗诵 也不能叫诗了 因为不配做诗 我这个 还有的话呢 就是说几月几月的时候 其实我是在哪拍的吧 就是说 这个月是六月还是八月 它没写出来 没想出来 这个的话呢 就是有时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如果都是有的话呢 这个的话呢 就是它都没有结构 就是这个名的结构 和隐喻的结构 而且这个隐喻的结构 这一月没想出来 它对前后 就是所有的 就是其他想出来的 它们之间的话 有一个呼应 而且的话 会是其他的话 显得更有意思 不错 这个不错 好 谢谢詹云老师 真的是 我想出一个 特别跟杨博一样的 Everybody那个笑话 就是诗语老师 是个文学家 对不对 刘卫云老师 坐飞机会变成什么 天文学家 没事 对 那个Everybody 确实是有点 有点伤害到我了 我也很久没有 被这么伤害到 其实我Everybody 我一边拍一边后悔 我就坏了 大老师肯定喜欢这个 我以为他前面 那个打笛的时候 会打笛 阳光彩虹 小白妈 我以为会有那个 结果没出现 因为这个笛子 其实我很熟 就是我一般吹笛子 会用那个一整个的 因为做了好的笛子 其实是它是可以一整个的 就不用分开 然后那个的话 你别别开 那个观众朋友们 给我们苏工哥哥 把笛传来 哎 杨波拿笛子是杨笛 对不对 来 来 下一个 但是这个吹不了 因为它笛膜没有 对 对 对 我一般会用另外一种笛子 就是它是一体的 它没 无法拔笛 所以那个笛叫做Nobody 那个笛叫做Nobody Nobody 那个笛叫做Nobody 叫做Nobody Nobody 就为了这么一个笑话 没想到林林林林颓 把笛子给我传来了 谢谢大家 希望大家喜欢 帮我去 帮我去 我以为你要给我表演成了 这多好啊 多不错 很不错 我懂你的 你也是喜欢这个 拍在这个上 对对对 而且我觉得就是很荒谬 他配那个音乐那段 就是我们音乐界确实有这种 就是一个吉他 然后配着就是说 这属于hiphop范畴 我觉得你太严格 你就 是吗 算是吧 好吧 来 领校园拍灯是6票 请杨波进入等候区 谢谢大家 那就是从现在开始 每一个上去一个 就淘汰一个 我们来看一下 目前现在 本场票数最低的演员是 这个形式我也想 展现一些新的东西 尝试一些新的表演方式 就觉得 哎呀 就这样玩个开心吧 然后就 把这东西拿出来 我觉得可能这个话 也有什么好多的 对啊 开心 翻译 当然 那我们可能会有点 对啊 听不懂的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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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票 有请杨博来到舞台中央 已经是我了 走了 没事 要说点啥吗 说点吧 加音乐这个吧 第三轮本来想弄的 但是觉得有点风险 因为很奇怪 就没有 然后这一轮是因为我看这个阵容 就很有可能淘汰了 可能再不尝试一下就没机会了 而且看这个节目 可能下届也办不了了 我想说 我最近 我一直在编乱七八糟的 我现在想说点 说点走心的话 我想说我为啥讲这个风格 是因为我这个人 我觉得跟我性格蛮贴合的 我比较自闭 而且我也不太喜欢表达 就是我 你脱口秀 其实是表达一些自己的观点啥的 我也不太喜欢表达啥观点 我就喜欢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 我最近最难受的一个点是在于 因为我讲这种东西都是短笑话 网上很多人骂我 说什么网络段子 明明都是我自己写的 就因为他听到之后觉得短 或者觉得 这个话题我好像之前看到过 就骂我 然后呢 还有人替我说话 说你替我网上搜搜到一样的发出来 他说我搜不到 但我就是觉得看过 如果明年这个节目还有 我再参加的话 我觉得就 就讲正常的吧 所以如果 如果之后有 还有想讲这个风格的人 和心理生存能力比较强的人 来讲弯烂 能把弯烂的这个位置 在这舞台上保留住的话 我觉得是挺好的 我会谢谢他 好 OK 就这么多 杨博 我想跟你说一事 我跟你这个想法一模一样 因为我也之前经历过这种 就是别人说怎么着怎么着那种 然后我也非常痛过 但是正常不正常 是别人的眼光 你觉得好玩 就是最正常的生活 是不是 然后 而且为什么 要改啊 就真的会在乎那些事吗 就是这种误会啊 这种无端的骂骂 我心里生活能力比较差 所以我觉得算了 杨博 你这个坎卖不过去 不是说你换一个风格 你就能活下来了 就是可能需要一个 心态调整的过程吧 我觉得是 因为你真的很可贵 你们卖吗 就是因为是吧 人家那个谁 帮帮帮帮 我很喜欢杨博 但是我觉得我们 没人能够劝得了他 但是我只能说 很可惜 然后我很喜欢你的风格 然后 当然支持你的决定 你想放弃就放弃 也许有一天 你变成正常风格了 发现骂的人更多了 你又回来了 生活很幽默的 那我可能需要自己思考一下 可能需要自己 有一个环节的过程了 就不要思考 我跟你说 停止思考生活才会美好 就越思考生活越不美好 就停止思考生活美好 好 谢谢大老师 不要思考 谢谢大老师 谢谢大老师 形式畢竟是第一次在舞台上出現 他做這個嘗試其實會有風險 我覺得再給他一段時間他會表演得更好 楊波其實我能看到他這一季 他內心是有掙扎的 他其實自己是非常想去推陳出新的 他一直是想去突破one liner給他的限制的 所以我其實挺期待看到下一季的楊波他的表現 楊波最後淘汰的時候 我覺得他說這段話我覺得還比較的感同身受 因為藝術是一個非常主觀的東西 所以你難免會受到各種各樣的評論 希望他有一天能夠想明白 雖然有些人可能在攻擊他 但是還有更多人在支持著他 喜歡他的這種風格 我就是其中一個 所以我不知道他以後會怎麼樣 如果他真的轉變一個風格的話 我覺得是他的厲害 然後我自己也會替他遺憾 有時候看到一些負面評價 因為你會開始很在意這個事情了 所以那些東西可能會更加影響 但是我現象還是會繼續講這個風格 因為咱們不能辜負那些喜歡我喜歡這個風格的人 至於明年要不要換風格之類的 現在我可能還沒想清楚 之後慢慢調整 剩下的朋友們大家加油吧